這個就是香港有代理新引入的智能行李箱 最大的賣點就是懂得跟著主人走 那就不用自己拖行李拖得那麼辛苦了 好地地 怎會跟著你走 你只是出術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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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錯了 它在手把的位置有三圍環境感知 以及激光雷達跟蹤技術 只要開啟電源之後面對著密碼鎖 長按三秒 指示燈就會變成藍色 那就代表智能行李箱已經辨認了你的下半身 會跟著你走 它跟著我走的表現都不錯 在室內固然是沒問題 在室外一樣都動到 無論我自轉 急停 扔彎都OK 人小小當然是沒問題 去到人多的地方就這樣 我在多人的地方試了一會兒 發現行李箱會令到別人避開我 而且街上會有很多人用很奇怪的目光看著我 還有就是如果有人在我的行李箱和我中間穿過的話 行李箱就會自動停下來 還有跟著我尾便很容易被人偷 這層有跟著智能手帶 如果它超出了安全距離 手環就會震動提示 這個手環還可以用來解鎖行李箱 或者是Connect App解鎖行李箱也可以 但手帶行李箱多數限7公斤重量 是就是有多少功能 不過現在智能行李箱上飛機也有不少限制 而且它本身已經有5.5公斤重 你放得2kg又有意思嗎 首先它的電可以拆出來的 相機就固然沒問題了 但我於行李箱本身的重量 真的很難可以滿足到手提行李本身的要求 但如果我放10kg買進去 它一樣都會走的 車 說得這麼厲害 但行李箱要6,880元 還吸引到你嗎 嘩 這樣真的要考慮一下